一位外国博主被无比飞鱼锅金城的表现深深震撼了 他偏看比赛边说 他准备看比赛边 他终于第二阵,很多人都觉得 他应该给他第一阵 因为如果他有肩子,他会给他第一阵 这就是巴黎残奥会,我感觉他第二阵 因为他刚刚出现了 如果他有肩子,他不会是巴黎残奥 相信有关注残奥会的朋友,对郭金城一定不陌生的 之前我也讲过他 这次巴黎残奥会上,他夺得四金二银的好成绩 外网网友们都被他震撼到了 看了他的比赛,有人不敢相信的问 真的就是一口气游下来的吗 他简直太棒了 任何事都是有可能的 优秀的游泳运动员和奥运冠军啊 尊敬,我想说激动人心 事实上郭金城的比赛片段啊 一直在外网上面都有热度的 一段时间以来 外网网友们对他的评论都是非常感人的 他是有水动力啊 他甚至没有换气太牛了 我自己也是游泳的 我更可以确定的是 就算是健全的人能游到这个速度 已经是很厉害了 没有双臂就更加无与伦比了 他最后头撞击中点线那一下 净掉了我的下巴 多么难以置信的技术和意志力啊 穿过他头骨的层流看起来如此雄伟 水是如此稳定没有任何扰动 他为所有游泳选手建立了一个新的标准 无论是否有双臂 由于没有波纹 他看起来如此平滑和轻松 停留在他头上的水花简直太壮观了 他对自己身体的控制能力如此平稳 对我来说是如此难以相信和印象深刻 像鱼一样游泳可以形容他的技术 多么传奇啊 其他运动员顶多可以说是掌握了海豚游泳技巧 他可是掌握了像鱼雷一样的技术啊 他没有双臂都比我游的快这么多 大大的尊敬 这背后的原理是疯狂的 通过不破坏头部的表面张力 减少水阻力 节省大量能量 这使他游的更快 滑水更有效率 非常酷的是 他不仅击败了其他对手 还是用了与他人不同的技术 真正的大师使用了自己的方法 比其他方法更加优越 天呐 他简直就像鱼雷一样 这是称赞绝不是开玩笑的 大大的尊敬送给他的体力 和他实现这一目标的纯粹意志力 我向这个年轻人 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和羡慕 这不仅是一项令人印象深刻的身体上的壮具 而且他在不打破表面张力的情况下 所做到的注意力集中也是疯狂的 他将我不用双手就能打败你 这句话提升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 我无法想象没有双臂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 但这个人正在向人们展示 你仍然可以取得令人惊叹的成就 他在做一件我无法想象的事情 他就是传奇 还有一位网友说 我认为藏奥会应该获得更多的关注和媒体的报道 我很认同这句话 不只是郭金城 我们还有很多优秀的运动员 藏奥会没有失败者 每个人都是冠军 不仅仅是比赛中的胜利者 更是生活中的强者 有的时候我是有点不敢看藏奥会 因为只要看了就会感动的流泪 但这些画面真的很励志 看看这些如此坚强勇敢又努力的人们 我们平时中遇到的一些挫折失败 又算得了什么呢 这是单腿跳过1.7星米的钟志强 当他扔掉拐杖的那一刻 我觉得全世界看到的人都该为他喝彩 无论成绩如何 他已经成功了 每位参加藏奥会的运动员的成功背后 还有很多人在默默的付出 参加接力比赛的运动员非常的不容易 而他们身边的领跑员们一步也不敢懈怠 这段接力比赛的片段 大家一定要看一下 感谢观看 徐东霖和刘翠青啊 是中国盲人运动史上配合最久的一对搭档 两人靠一条10厘米的银跑绳并肩作战 已经为祖国争得了57枚奖牌 可能大家不知道 我和翠青我们两个人配合搭档的八年 我们就是靠这个银跑绳为祖国了赢得了 我是7枚奖牌 45枚金牌 让我知道 虽然我眼睛看不到 我还是有什么有假的 没什么可放弃的 他对于我来说 他一直是我的外贯 当刘雨彤和尹梦露在藏奥会上 获得羽毛球女子双打金牌的时候 他们的教练像老父亲一样推着两人转圈 这一幕我每次看都会流泪 我被运动员们的坚强意志品质所感动 也被不是亲人胜似亲人的师徒情谊 深深的打动了 这就是人性的光芒 这场藏奥会没有输家 来自世界上每一位运动员教练员 都值得我们的喝彩 大家知道盲人跳远是怎么实现的吗 你们看到在早乘部人身无许能量 武士尔统段 要中国 江洰 老小信 时间过得很快 就在当地时间9月8日下午 巴黎残奥会的赛事全部结束了 金牌榜之争尘埃落定 我们中国体育代表团 以94金76银50桶 共220枚奖牌 获得金牌和奖牌双第一 实现了在残奥会上 金牌和奖牌的六连冠 请允许我再为大家介绍 几位优秀运动员的名字 在男子马拉松T54级的比赛中 24岁的中国小将金华获得银牌 并创造其赛季最佳成绩 首次参加残奥会的金华 在本届财奥会 已经摘取了T54级的男子800米 和1500米两枚金牌了 这次中国残奥田径队 共获得21金22银16桶 共59枚奖牌 金牌和奖牌数 均位居各参赛队伍之首 在巴黎残奥会举重项目的 19枚金牌争夺战中 满额参赛的中国队 获得了6金8银 一同共15枚奖牌的成绩 位居举重项目金牌 和奖牌榜的双第一 轮椅篮球赛场上 中国轮椅女篮 以65比43战胜的加拿大队 获得了铜牌 连续两届残奥会 均有奖牌进账 在东京残奥会上 中国轮椅女篮获得了银牌 创造了在残奥会上的最佳成绩 我们中国从1984年起 首次参加残奥会 迄今是第11届了 从2004年雅典残奥会至今 中国代表团一直保持 金牌和奖牌的双第一 在残奥会上的最好成绩 是在里约残奥会上 获得的107金 81银 51桶 共239枚奖牌 这么辉煌的战绩 我没办法把每一位运动员 和教练员都感谢一遍 而事实上 因为媒体对于残奥会的 关注度也是有限的 有很多默默无闻的 运动员和教练员 可能永远也不会被大家知晓 但是我们应该向他们致敬 他们取得这样的成绩 是非常不容易的 比如这次巴黎残奥会 开幕式的棋手 齐永凯和孤海燕 他们因为体育重拾信心与方向 经受住了数不清的伤病 和常人无法想象的磨难 才走到了今天 残奥会不是简单的体育赛事 更是一次对人类坚忍 不拔精神的礼赞 来自世界各地的运动员们 怀揣着梦想与勇气 齐聚一堂 在赛场上尽情的挥洒汗水 展现了不屈的斗志 他们有的失去肢体 却凭借着顽强的毅力 在跑道上飞驰 有的势力受损 却能精准的命中目标 有的患有脑瘫 却以非凡的平衡力 在泳池中破浪而行 他们都是生命的强者 身体力行的告诉我们 什么是超越自我 挑战极限的残奥会精神 最后说点心理话 大家有没有发现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 我们互联网上 力气是越来越重了 负能量的内容也越来越多 持有不同观点的人 常常互相攻击 至于我们最早开始 自媒体之旅的时候 说的要记录美好的瞬间 分享正能量 是不是渐情渐远了呢 我理解我们普通人 每个人生活都不容易 在不同的年龄 不同的人生阶段 我们都有不同的使命 承担着各种生存压力 这个时候 如果我们只是在网上 宣泄负面情绪 其实就是继续给自己心理添堵 还向别人散布了焦虑 为什么我们不能 多一点积极的正能量呢 所以我建议大家 有空可以看看残奥会 和比赛的片段 每个参加比赛的运动员 不是比很多普通人 都承受着更大的痛苦和艰难吗 你可以想象在日常的生活当中 他们要克服多少 别人异样的目光 又要经过多么超乎常人的辛苦 才能够站到比赛场上 一方面他们希望 通过自己的努力为国争光 另一方面 他们也想让自己 在无法改变身体缺陷的情况下 努力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就像有网友说的 看了他们的生活态度和表现 感觉自己就像是个废人 话操理不操啊 那些天天抱怨生活不公的网友们 有没有想过 艰难的人还有很多 难过你一百倍一万倍 但是他们有没有像生活低头呢 我每隔一段时间啊 就会收到一些残疾人粉丝朋友们的留言 我回应一下最近收到的吧 很抱歉 我的视频当中插入的一些外语内容呢 我是没有办法配音的 给一些视障朋友带来了收听困难 非常不好意思 我很感谢那么多视障粉丝们 一直以来对昆姐的支持 他们有很多 已经关注我几年的时间了 我知道你们在听 在这里昆姐忠心的祝福你们的人生 一切都好 一定要积极快乐的生活 你们是最棒的 希望我这期视频 可以给大家带来一些正能量 让我们为那些身残至尖的运动员们 鼓掌喝彩吧 不管生活有多难 我们都不应该放弃希望 要相信只要有梦想 有勇气 就有实现的可能 不管通过什么方式 我们都可以在人生的舞台上 绽放出绚烂的光彩 收获属于我们自己的精彩人生 就算遇到困难了 也不要轻言放弃 就像这些运动员一样 勇往直前 在这个充满挑战与机遇的时代 你我他都可以做生活的强者 输赢不是衡量你人生成败的唯一标准 只要尽力了就无怨无悔 藏恶会精神激励着我们每一个人 他们是哲义的天使 却飞得比很多人都高 他们告诉我们要热爱生活 自强不息 这些都不是口号 我们看到的是他们的实际行动 他们的真实生活 当激烈的赛场竞技 拼搏精神 与人性的光辉交织在一起 当尊重理解和爱护的氛围 在赛场内外飘荡 每个人都是英雄